今晚會主委曾明中上任之後 分批和金融業者面對面座談 而在今天第一場率先安排了金控業的負責人 業者紛紛建議要鬆綁投資大陸的限制 曾明中也正面回應 並且強調 接下來銀行業到大陸的投資上限 渴望提高 可以改成不超過資本額的40% 美光燈閃不停 國菜金控董事長蔡宏圖 難得出現銀光幕前 富邦金蔡明中 華南京 劉登城 各家金控董作 前後現身金管會 主委曾明中上任後 安排分批與國內金融業者碰面 二號排定第一場 國內16家金控業者 就有14位董事長新自出席 要跟曾明中討論兩岸金融開放 他是感受覺得 曾主委是很有誠意的 在跟業者溝通 那因為上線福特開放 涉及到行政院修法的問題 所以金管會的回應就是說 其實有可能就所謂的計算的內容 就跟上次一樣計算的內容上予以調整 經過兩個多小時閉門會議 與會金控負責人都認為金管會誠意十足 第一次跟金融業面對面開會就釋放力多 放寬不止國內金控業者最希望開放的大陸市場 銀行部分原先不能超過淨值的15% 未來可能回歸銀行法規定 改成不超過資本額的40% 估計至少可以增加400億新台幣投資空間 甚至鼓勵業者到亞洲各地設立分行 金管會新氣象聽進業界聲音 金控老闆們感受一定最為深刻 優點TV元席在均穎台北報導